凉空气以及东北空的增强 那到了周末到下周一下周二的时候呢 随着北方高压不断和一波波的冷空气 慢慢的一直灌下来 所以一直持续是东北空的状况之下呢 从周末一直开始到下个礼拜二的这段期间 天气其实都是很类似 而且也是很明显的跟这一周相比 是变得比较凉一些 什么时候这个天气状况会缓和呢 主要就是在周三15号以后 可以发现整体的风向又变成比较比较东风东南风 随着东北季风的减弱会有回温降雨会逐渐的趋缓 那给大家做一下明天变天的提醒 明天刚刚提到封面接近 封面接近呢其实影响最大的是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那可以看到这个降雨趋势图 如果是在中部南部感觉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明天还是一样是比较天清浪的 那可是假使是位在北部 在明天下午开始云量就增多 特别是在桃园以北的区域 桃园以北区域以及这个东半部地区 就寒村半条这里 慢慢的降雨去提升 有毛鲍鱼开始出现 甚至转成比较明显的阵雨 那可以看到这里的这个色块 比较明显的是在北海岸 还有这个东北部的山区 甚至东北部平地这块区域 那这几个地方就是周末到周一周二的降雨热区 那所谓的降雨热区 特别是周五到周末这段期间 如果是在激重北海岸 在东北部地区的话 是比较有可能出现比较大的雨势 那特别是在明天后面通过的时候 这种震雨的现象会比较显著一些些 那如果是在北部的其他地区 或者是东半部其他地区 水汽多 那可能偶尔会一些下雨 中南部没什么影响 甚至比较偏向是零零星星的一些山区 有一些午后的震雨现象 可是都不是非常的显著 至于这个金马棚地区的话 洪湖比较不受到影响 那这个天气上面来说 看起来还是比较晴朗的 但马祖跟金门在明天封面过去的时候 会有短暂的下雨的时候 那周末周一慢慢的就转成比较晴朗的天气 所以主体来讲都是东北风零封面影响 至于降温的表现看一下这三条线 那可以看到在红色线条的表现上 就是北部宜兰地区 我所谓的北台湾 北台湾的话呢 就是可以看到周五的时候 虽然我们说周五方面过 可是其实它的温度没有显著的象征 还是维持在差不多30度左右 可是到了下午晚上温度逐渐往下掉 在周末周六周日这两天的 这红色线条可以塌陷 它的白天高温就已经落到 差不多23度左右了 所以从周五到周六这一天 白天的这个温度感受上 有很明显的下降 是在北台湾地区 如果是在花东绿色线的部分 是有一些略降 那可能从28度左右 降到接近26度 如果是在中南部地区的话 降的就不多了 感觉上面没有很明显 同样都是比较像是日夜温差为主 那最后等一下还会跟大家提一下 风力增加 因为是东北风增强 风力跟海面的状况也要留意下 那这个东北季风的增强呢 会维持多久 刚刚有提到到15号的时候会有回升 那以温度的示意图来说 就是照样上这样子的图 那可以发现说 温度的降幅是一路的往下降 以北部来讲 红色线条来说呢 从这个周四没有什么变化 周五温度还比较高 周五的下午还是降 周六日很明显 白天的高温就比较凉了 那日一 最比较最凉的时间是在什么时候呢 是在目前看起来是在14号 就是周二的清晨 这段时间在北台湾 特别是台北 宜蘭这几个地方 有可能会出现19度20度这样的温度在清晨的时候 那不过很快的呢 在14号过去以后 15号呢 温度就会开始有些回升的现象 那可以发现一样 刚刚说的中南部地区有一些略降 但主要是略温差 那影响还是集中在北台湾跟东台湾 越往南边感受上面比较不明显一点 那趋势也给大家稍微带一下 主要刚刚讲到的是周五跟周末 可是其实呢这个降雨状况呢是延续到周二 因为是一直到周二的东北激风影响 范围都很类似 一样都是以韬印一辈 东半部为主 那下的最大一样是宜蘭 北海岸以及这个新北山区这几个区域 那中南部地区的影响都是比较少一点点的 所以注意一下周五 特别是周五周末这段期间 较大于是是比较可能会出现在东北部地区 那到了周三开始呢 这个降雨的情况很明显就缓和下来了 发现就是明佛边东半部一点点的降雨 那中南部地区开始有一些午后的 正雨现象主要发生在山区 所以到下周三开始又开始回温 那天气开始比较稳定一些 那刚刚提到的就是风力的表现 风面要过去了 那这个东北季风增强 什么时候风力开始增强呢 明天的清晨到上午 可以看到我们台湾附近的风力呈现 那越往蓝色的部分看就是风力比较小 越往这个黄色绿色的部分就是风力增强 那在上午的这段期间 其实风力还是属于风平浪静的状态 可是到了下午晚间很迅速的发现 这个风力扩展 从马祖地区一路延伸到台湾海峡这个地方 出现绿色黄色 也就代表说明天下午开始 可能在云林以北 甚至在一些东南部地区 在后面的时候 就可能会出现这种8到9级的强震风 因为这是刚开始 所以11号12号慢慢陆陆续续的 台湾附近的风力都会增强 所以要注意明天风力是迅速增强的过程 那至于海面的浪的表现 一样早上8点的时候发现说 这个浪高各地好像是差不多是在1.5米左右 可是到了下午晚上的时候 也是一样跟风力一样迅速扩展 所以发现说在海峡南部这边 一路到东北湾海面这里 绿色的部分大概是2.5米以上 那所以就是开始出现2.5到3米这样的浪高 随着时间慢慢往后 那四处可能会慢慢出现有3米这样子的浪高 所以要注意明天随着东北季风的增强 风力增强大 还有浪流开始变高 那最后几点小叮铃 讲了很多次了 明天风面接近 下半天开始 北东云多开始增多 主要影响区域桃园以北 渐转阵雨 那再来什么地方下的是最大呢 北海岸东北部山区是周末 东北部地区一直到周末 这是主要的北海岸跟东北部地区了 那转梁的地方也是北台湾为主 那再来提醒就是 因为风面过去之前 可能会有些低云跟雾的现象 那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午 马祖地区有可能会有一些能见度的影响 雾或者是低云 所以要留意一下相关的航班